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被球迷截屏,发给了英超联赛的相关高层,在职业比赛裁判有限公司PDNOL看到这张照片后,他被告知将被解雇,据报道,马德利曾分享过一张残疾人的照片,并对在一所学校举行的一项体育赛事中,残疾人在比赛失利后进行了带有歧视性的评论,自从两周前每日电讯报报道了他离开裁判 在职业比赛裁判界的消息后,他和家人一直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,马德利负责了吹罚了去年的社区顿飞,但他所在的职业比赛裁判组织方面,并没有向马德利所在的小组其他裁判员透露这一消息,此前职业比赛裁判有限公司PDNOL在一份声明中说,马德利不再受护于PDNOL, 由于个人原因他将退出裁判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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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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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